泰和醫院,是由偉基信的伯爺,即是法屬安嵐、西貢提案以天堂藥巷過老闆, 財主老偉蕭伯達本,那西醫業大精醫生發起興建的私家醫院, 被捕在香港,半山區,塞特畢丹,巴丙達到門牌一號, 果樹當年環境優美,四周孔中花草樹木,人影都無隻, 响樹優養就爽爽。 他們見落白頭打到來,大把大陸大春袋插著幾箱金條死去香港, 當年又無密切被完善的貴族醫院,來招呼這群大春袋, 這兩傢伙就跟香港的財主老, 例如陳水雲、狂鄉舖、龍水粗, 以及一群讀書的華人西醫, 例如梁德基醫生、李學良醫生、佐達明醫生、 廖印德醫生,發大距離辦私家大醫院, 由葉大精當院長。 Bosco 大老神父, 他的外科手術室就花了五盤幾碎鹹龍, 裝了冷暖器機, 全部設備都是歐美來老科。 護士刀孔還要向高等護士學校畢業之情。 可惜開張無奈,老白頭就打到來香港。 戰後,連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, 向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帶來香港, 都不回家機在鐵江堅道門排九十八號, 的豪宅住住,要死進去醫胃病。 文道發展。 字幕製作者 李宗仁 郭 coordinator